杜蘇瑞颱風28號逐漸遠離台灣 花蓮海洋公園也開放入園 不過卻在下午2點左右 園區的纜車突然停止運轉 大約有32名的遊客受困在車廂 悶到自己扇風 索性在20分鐘內全數脫困 也沒有人員受傷 纜車車廂卡在半空中動彈不得 受困遊客坐在裡頭 沒有空調悶到受不了 不停扇風等待救援 其實卡在中間 那時候上面有人嗎 有 進入到纜車站的時候 就有其他的遊客走出來 跟我們說 他們說那個纜車故障 你現在不能往 上面有大概10個車廂 就懸在半空中 纜車懸在半空 讓其他遊客好吃驚 到底怎麼回事 原來花蓮海洋公園 28號颱風剛離開花蓮 就開放入園 下午2點左右 纜車車廂突然停止運轉 遊客受困車廂十幾分鐘 悶到不停扇風 工作人員也指出 車廂停止運轉和安全系統 偵測異常有關係 經過檢查設備本身沒問題 推測是外力因素造成 杜蘇瑞颱風逐漸遠離台灣 又正值暑假 不少遊客紛紛出門遊玩 卻遇上纜車卡空中 歷經一場空中驚魂 記者成績夜花蓮報導 海風杜蘇瑞狂襲金門跟澎湖 在澎湖西雨的港口 有好幾十艘小漁船 不敵風浪沉沒翻步 街道上也是一片狼藉 路數倒得倒歪得歪 甚至還有停車場遭到海水倒灌 海上路上全是災情 另外再來看到金門 同樣是掀起了滔天巨浪 如同是電影特效一般 海浪幾乎把港口給吞没 多處的工地學校甚至是景點 滿目窗泥成了台風重災區 西雨鄉的小門停車場 海水直接倒灌 浪花一波一波衝進來 停車場被淹沒 觸目惊心 大浪一波接著一波 直接衝過堤防淹到馬路上 差點就要衝進民宅 麻宮市區狂風暴雨 路數機車倒成一片 紅綠燈耗置掉落破損 大型招牌橫躺在馬路 圍梨被吹翻 路面嚴重積水 災情實在太慘重 還有民眾天花板垮了下來 想找個遮風避雨的地方都沒了 很害怕又很緊張啊 趕快逃命啊 我一跑剛好直接垮下來 颱風掃過澎湖 整條馬路全是樹木斷枝 西雨外岸港口 甚至有好幾十艘小漁船 全都翻覆沉沒 漁民實在欲苦累 狂風暴雨升起驚濤駭浪 幾乎要把整個港口給吞沒 這不是電影特效 而是真實發生在金門廖羅港 不知海邊掀起滔天巨浪 市區工地圍裡鐵片 也被吹得東倒西歪 廣告看板幾乎全倒 路數不敵狂風硬生倒下 不只砸了車 就連國小圍牆也被摧毀 學校成了重災區 颱風威力有夠大 金門總兵署衙門口 半年榮樹倒塌 樹枝斷裂 杜蘇瑞颱風強襲金門 樹木歪的歪 倒的倒 市區交通也受阻 海上路上全是災情 採損狀況恐怕短時間很難算清 記得綜合報導 颱風帶來了風沛雨量 在今天全台多處的山區 發生嚴重的落石攤坊 造成了道路的回堵 儘管颱風逐漸遠離本島 但風雨持續帶來影響 工務段人員也呼籲民眾 行經山區的道路 務必要多加注意安全 工程人員風景神經 因為仁愛鄉台14甲線 準至路段 突然又有大量土石攤坊 看著土石一屁屁滑下 還以為就此告一段落 但沒想到樹木連桶落石 衝破柵欄 瞬間揚起大量煙塵 7月2號台14甲線 18.7公里處才發生攤坊 沒想到這回 杜蘇瑞颱風來襲 28號早上9點再攤坊一回 鏡頭轉到南橫公路 落石夾雜沙石泥水 從山壁不斷滑落 揚起陣陣沉煙 甚至噴杯衝出道路柵欄 初來到立道的霧路路段 也發生攤坊 台東沿坪鄉連日豪雨 山區累積雨量500毫米以上 水流狂道宛如瀑布 而連接上里清水部落的 17縣縣道路段 大量土石從山壁倾泻而下 在路面上堆積成小山 回堵幾乎20公尺 今天沒辦法通嗎 今天喔 沒有辦法啦 要才4天的啦 巨大落石堆滿路面變成小山 道路護欄也被衝破 石塊還是持續往下滑 這裡是台中市台八線 離山路段 公公段表示會先搶通道路 讓民眾通行 也呼籲民眾行進山區道路 務必注意安全 記者綜合報導 昨天富岡漁港有兩艘漁船 發生沉默的意外 今天下午進行吊掛上岸作業 由於仍有少量的漏油 作業人員不斷地丟植 稀油棉到海面上來稀油 許多漁民好奇未觀 因為這裡都注意了 石碩緊綁緊桿子 吊臂緩緩將船隻拉起來 這裡是台東富岡漁港 有兩艘漁船疑似因為 颱風天船身撞破沉默漁港 吊掛人員全副裝備 背上氧氣瓶跳進水裡 因為船隻不但沉默還漏油 避免烏嵐港區趕緊拋下 藍油網以及海綿 到海面上吸油 要慢慢讓它浮力 不能做一次這樣子 吊掛作業比較安全 週四早上颱風正肆虐時 漁民發現兩艘漁船沉默 週五趁風浪轉小 趕緊進行吊掛 船主無奈說 漁船引擎設備都泡水 損失恐怕將近百萬 多數類颱風強勢來襲 不只山崩樹倒 就是連帶把船都給吹沉了 記者劉林翔台東報導 記者劉林翔台東